当地时间2月21日,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蔡冠生在谈及日前公布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时表示,大湾区规划的出台将为香港带来巨大商机,但初创企业在大湾区的发展需理顺、人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四个方面的问题。 蔡冠生表示,香港拥有一国两制的优势是最自由的经济体,香港要善于利用优势发挥引领作用。 收势是一国两制,如果问到商贸中心,大家知道香港是一个最自由的经济体,我们是简单低税制,也没有外汇的管制,资金自由进出,所以作为一个在岸或离岸的商贸中心是很自然的事,知识产权的交易中心就是香港,很多的专业科目也是香港, 就去年又给了一个国际的创新科技的中心给我们,我们现在又多了一个国际航空书楼,这个新的,所以我觉得在香港来说,就其实给了很多新的想法给我们, 所以我常常都觉得香港应该就融入九家里城市,然后发挥我们的作用,是做一个什么,是引领的作用。 蔡冠生指出,香港商界对大湾区并不陌生,港商在40年改革开放中是积极的参与者,但目前香港初创企业在融入大湾区发展中, 人需理顺,人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方面的问题。 大湾区的优势,商机大家都看到了,但是有这个人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的问题, 是怎么样能够理顺这些。 那人流方面来说,初创企业不只是香港的青年, 你是全球的青年的科技人都是香港的, 那他们有合作的嘛,那他们也都除了研发之外,也都需要将它的产业被落地, 譬如是深圳,在东莞,那天天走来走去,那便方便,开车过去,那便简单了。 举个例,现在在澳门,单排可以去到横琴的,那我们可不可以香港的车, 由单排入深圳,入广东呢? 那比如好像去到这个资金,那我们去到,咦,电子支付是很方便的, 但是我们如果没有个户口,我跨境的电子支付, 我买饭吃都不行,坐的士都不行,那这些是否可以解决这些问题呢? 那人民币的双向的流动机制要处理, 因为比如我做生意,那我都要用人民币有港币的嘛, 更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年轻人去到大湾区, 怎样有所谓的国民待遇,当地的年轻人,年轻企业家是怎样, 那你都给我们同样的这些待遇,这些都是要谈的, 蔡冠声称,大湾区人流多,市场大,空间大,成本相对便宜, 给初创企业带来很大便利, 政府应加强对年轻创业者的宣传, 让他们更深入了解大湾区规划, 香港工商界也已积极与大湾区内各城市联系, 并将于未来两个月内举办良长论坛,工商合作发展。